雲林地檢署偵辦網路投資及虛擬貨幣 詐騙集團時發現竟然有多名律師 涉嫌跟詐騙集團勾結泄密 透過擔任詐騙成員辯護人的期間 利用陪真或是月券獲得偵查的機密 並將相關的資料交給詐騙集團的高層 雲林檢方在十一號持著搜索票 針對律師事務所等六個地點執行搜索 舉提三名律師以及律師的助理 法務人員等人道案說明 高雄警方上門搜索詐騙集團 面對詢問嫌犯回答避重就輕 沒有想到偵辦過程中 除了發現有高雄員警涉案其中 竟然又意外揪出詐騙集團配合的律師 以疑似涉嫌泄密 雲林檢方發現律師在擔任詐騙集團 辯護人期間利用陪同偵訊或月券時 獲得偵查機密 並且將相關資料提交給詐騙集團高層 以便掌握檢方的偵辦進度 疑似涉有洩漏偵查秘密行為 進行搜索並居體通知 帶回程信律師等無人 雲林檢方發現一共三家律所的三名律師 透過中間人牽線發報解案 其中還有一名法務人員 雲林檢方持搜索票 針對律師事務所等六個地點執行搜索 偵訊後一泄密和加重詐欺罪嫌 起訴五人 其中陳姓律師以二十萬元交保 林姓和正姓律師分別以十五萬兩萬元交保 黃姓律師助理則是無保請回 而安姓法務人員因為沒有律師證還意圖盈利 最嫌較大被裁定羈押 身為律師卻與詐團勾結 不僅有損專業形象更辜負社會期待 借過正義雲林報導